12月21日,由林心如兼职并出演的电影《迷失安迪》召开记者发布会,林心如当天穿着一件白色毛衣,中分披散着长发,看起来温婉动人,最强眼的是她无名指上戴的婚戒,很是夺目。 在接受采访时,林心如被问到为何不找老公拍电影里的角色,林心如耿直表示她太年轻了,穿这个角色经历的比较多,需要一定的年龄感,而且和她饰演情侣,要有一定的苍三感,所以没考虑过霍建华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提起霍建华时,林心如摇头羞涩的笑笑,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幸福的,甚至还有点小腻孩的娇俏,十分甜蜜。 此前,有网友晒出林心如霍建华与大约在冬季剧组的聚会照。 照片中,林心如坐在C位坐眼出镜,用手撑着脸颊,对着镜头露出甜笑,手上昏戒吸睛,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?